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准备点红葱 羊肉要想味道好 这红葱少不了 这个内蒙的羊肉 必须红葱相配 才能出来绝妙的美味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红葱 这是这个 决定羊肉是否递斗的关键 咱们把姜给 再来点干辣椒 水微微开货 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 然后咱们把切好的葱姜 在蛋糕锅中 然后来点盐 姜粉 花椒粉 接下来咱们切点这种小土豆条 然后把这小油菜 咱们给它简单切一下 然后咱们来点葱 再把西红柿给切定 咱们羊肉炖的差不多 先给它泡一泡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来点这个煮羊肉的汤 把土豆给它放到锅中 已经有羊肉了 咱们煮碗素面 稍微给里边来点这个辣椒面 再来点生抽 点一点香油 我一铲就能烂了 给它来点这个面片 我们这吃割锅面 也就是炝锅面 就喜欢用这种面片 而铺上面条 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最能吃出这种热热乎乎的感觉 然后咱们把菜叶下到锅中 三分钟以后 咱们把葱花和西红柿丁 给它下到锅中 这小香味 这是笨脑腔 再给点缀上 点缀点 小洋葱 再来一盖小米辣 哈喽喽喽大家好 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先来一口这个小羊肉啊 说实话 我已经推先绿酒了 就于我上次吃羊肉啊 应该已经在一个礼拜之前了 嗯 接下来咱们 灵魂蘸料 焦鸡 说实话 我这灵魂蘸料 有点稠啊 吃东西 这些 这些 怎么吃呢 这些 很美味的 吃东西 就不吃东西 但是 不吃东西 就不吃东西 就不吃东西 所以 这个味道 好之道 无话可说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这羊肉的味道 感知是 好之道 很棒 很酷 羊肉倒是挺好吃的 就是有点费姜料 幸亏咱们还有点 费料这叫一个虫组 哎呀 哎呀 遇上大哥 正在我欢乐的时候 装修的大哥也开始欢乐了 来点热热热 来点热热热 吃肉不吃蒜 下面少一半 有小米辣 这种面在我们这叫割锅面 也有地方叫呛锅面了 哇这个吃着超级舒服 有堵热热 哇就好了 很酷 哇 啊